楼昭君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传奇女性 她的传奇不仅表现在 她帮助高欢开创了北齐王朝 其一还在于她为高欢生育的六子二女中 有三个儿子登基称帝 一个儿子被追侍为皇帝 两个儿子封王两个女儿 均成为一代皇后 南北朝时东魏的全城高欢 最初只是怀硕镇的一个谱 通士兵 她的命中贵人就是其结发妻子楼昭君 楼昭君是当地大富户的女儿 祖父名提先卑人是带军平成 山西大同的贵族 雄杰有十度 家同千数牛马一股量 父亲内甘是怀硕镇司徒 掌管吉田征发徒役 公元504年 昭君出生在金固阳县 史书记载 他少名物强卒多拼之并不肯行 直到他无意中看到在城墙上 劳作的士兵高欢十才大 痴一惊 感叹说此真无夫也 之后 他通过身边的亲信婢女和高欢私定终身 并拿出大量财物 帮助高欢最后父母在无可奈何之下 把他嫁给了高欢 因为有了妻子在财力上的帮助 开始了事业 上的起步 由一位普通士兵成为怀硕镇的队主 进而转任为镇寒时 给朝廷送古文的人 最终成就了不朽事业 楼昭君会不会是一个隐藏颇深的武则天呢 作为一位母亲楼昭君所经历的这种传奇 获得的这份荣耀 即使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 可绝无仅有的奇迹 那么是他有一套教子秘方 还是上天赐给他的特殊 幸运呢 以古代母依子贵的传统 楼昭君会不会是一个隐藏颇 深的武则天呢 高欢共有一妻十妾 十五个儿子三个女儿 从楼昭君一人独生八个孩子的 教人战绩上不难看住 高欢对他的宠爱 说来也其楼昭君每次怀孕都会做怪梦 运闻香则梦一段龙 运闻轩则梦大龙 运孝昭则梦如龙于地 运武成则梦龙于于海 运未二后并梦月入怀 北史上面的这种记载虽然荒诞 但他的儿子高阳高眼高战先后称帝 高成被追侍为闻香皇帝两个女儿 分别成为北魏 孝武帝和东魏孝敬帝的皇后 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个儿子是皇帝 两个女儿是皇后楼昭君501562 先卑族人北魏司徒内干之女 全臣高欢之妻 高欢长子高成死后 楼昭君作为高欢的一双 作为孝敬帝的岳母 作为继任丞相高阳的生母 逐步把持了东魏朝政大权 天宝初年 楼昭君赐子高阳即位 北齐皇帝尊他为皇 太后居宣周公 高阳在位初期尚能力经图治 后来却是九残暴 滥杀无辜 楼氏忧心如焚 一再苦劝并倚仗机制 但高阳始终执迷不悟 中阴九色过渡 不能进食而亡 高阳死后 高阳的儿子高阴即位 他被尊为太皇太后 高阴即位后 北齐转入了胡汉两族的火兵 当中国力 逐步衰弱下来 由于高阴的母亲李太后是 汉族大地主赵军李氏的 女儿李氏家族开始昌盛 感到汉族文化威胁的楼氏说 怎能使我母子 受汉族老婆子的摆弄 依当时 尚书令杨英辅政 她也代表汉族人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太皇太后于前明元年 五百六十年八月下 令 被高阴为济南王 由高桓第六子 长山王高阴即位 这就是孝昭帝 孝昭帝高眼去世后 楼昭军召令高战登基 集武成皇 帝 期间楼昭军作为皇太后 一直临朝听政 她的另外两个儿子 高玉高继 分别被封为乡城锦王 柏林文简王 三立一废展示了楼昭军 这位传情女性在驾驭证据 方面的过人之处 而之前 她对高欢的慧眼独具 为国家的自我牺牲 更让人刮目相看 拍案称奇 楼昭军虽然生于贵族人家 但她自幼名物过人 尤其是婚姻大事上 极有个人主见 为此很多强族 都遭受过她的白眼 以此机缘巧合 楼昭军会演独具 看到在城墙之上 扶劳役的将领高欢 相貌其微 面带忠厚 虽然目前贫穷 但料定她是个英雄 日后必然发迹 于是产生爱慕之意 暗地赠给高欢 金银财务 决定非高欢补嫁 在父母之命 媒妇直言的背景下 楼昭军自主选服的雷人家话 一职为后人津津乐道 二人结成美满姻缘之后 楼昭军又拿出全部家子 让高欢结识天下英雄豪杰 并参与出谋策划 施高欢屡立战功 官居东魏丞相 楼昭军平日柔顺勤俭 谦卑自首 亲自访之真 不是极切所生诸子 君十分慈爱 不意挤出对诸子 每人必赐一袍一裤 时常向高欢进言 有才必用 不能以私费功 一次高欢一在 沙院之战中败给了宇文泰 部下侯景请求出兵两晚 袭击宇文泰 高欢十分高兴 楼氏却冷静地说 侯景得到精兵 无论胜败 都不会再来服从你一高欢 这才作罢 不仅如此 楼昭军处事能够顾全大局 委屈求全 为丈夫的事业做出牺牲 当时高欢为了与少数民族 如如国建立外交关系 打算那娶如如公主 应考虑楼昭军而犹豫未决 楼昭军便以国家利益为重 劝见高欢说 国家大计 不要失忆 高欢取回儒如公主后 他自动腾出正式 让高欢和婚此举 受到举国上下称赞 还有一次 楼昭军分娩双胞胎时 遭遇难产当时政治 北魏分裂后 东魏西魏两国之间 战士不断高欢带兵攻打西魏 工人要将楼昭军难产的消息 送信给高欢 让其回宫照看昭军制止 不让说 王出统大兵 何得以我顾亲离军墓后来 终于忍痛生出 一男一女的双胞胎 日后高欢听到以后 很受感动 黑石既在楼周军 怀着八个孩子的时候 都会做梦 而且每次梦到的东西 都不一样 太后樊韵六男二女 接赶梦韵文香 则梦一段龙 韵文宣 则梦大龙首尾鼠天地 张口动目 视状惊人 韵孝昭 则梦如龙于地 韵武城 则梦龙于海 韵未二后 并梦月入怀 韵香成柏陵 二王梦鼠如一下 后魏崩有童谣月 九龙母死不作响 其后崩武城 不改服飞袍如故 为其登三台至酒作乐 宫女进白袍地 怒头朱台下 和世开情旨 乐地大怒抓之 帝于昆继次十九 盖其争艳 也在中国历史上 外戚善权乱政 亲族贵荣之事 屡见不鲜 楼昭君为数朝母后 贵生至极 但他从不为亲族求官 要决 不以思乱攻 也就是说 在座官方面 楼昭君 连自己弟弟的面子 也不给 坚决维护朝廷用人的公正 楼昭君能够会演识别丈夫 自然也能识别别人 高欢在一次征战中 大败给了西魏的宇文泰 为了复仇部下大将侯景多次 请求率领大军 西姬宇文泰 高欢十分高兴 楼师却冷静地说 侯景得到精兵 无论胜败 都不会再来服从你 高欢这才作罢 后来楼昭君的话 一一全部应验高欢的尸骨 为寒侯 请求自立山头 反叛了高家父子 高欢共有十五个儿子 其中 楼昭君为他生下了六个儿子 分别为长子高成 四子高扬 六子高掩 八子高域 九子高战 十二子高 七 据说这些孩子们 在出生之前 楼昭君都有梦罩 运文乡高承 则梦一段龙 运文轩高扬 则梦大龙首为鼠天地 张口动目 视状惊人 运孝昭 高掩则梦如龙于地 运武成高战 则梦龙欲于海 运香成柏林二王梦 数入一响 楼昭君的六个儿子 中除了八儿子 高玉早逝 十二子高纪 被侦高尾杀死外 其他四个都或多或少地 享受了一点皇帝的滋味 可以说像楼昭君 这样生六个儿子四个 能够成为皇帝 的女人 在中国历史上 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在世界上恐怕也是 空前绝后的 没过他的这些儿子们 没有一个年过四十 我想尽管楼昭君 跪为皇太后 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们 不是背上 就是凿死这种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味道 只有自己身解 其中的滋味吧